大家早安 無誠無垢無死生 念善念惡盡皆空 悟得本來無一物 光明急躁處處通 外不染六誠 叫做無誠 眼耳鼻舌生意 不去貪染 色生香味觸髮 叫做無誠 你不去貪質呢 就不會被污染 就不會有垢 心無垢 外無誠內無垢 那麼自然呢 無死無生 超生了死 不會落入生死輪迴 落入生死輪迴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六根貪灼六誠 就這麼單純 外不染六誠 內心自然沒有無垢 沒有無垢 內心就沒有貪生吃的無垢 所以以前 我們臨前人 問周老前人 說金剛精的要領在哪裡呢 周老前人說 根不著成 根不著成 六根不執著六成 我們都會執著啊 眼睛喜歡看啊 耳朵喜歡聽啊 一刻不得閒 眼睛不看點什麼 就哇 窮極無聊啊 受不了了 耳朵不聽點什麼 鼻子要聞些什麼的 嘴巴要吃點什麼東西 或者說個什麼話 六根對六成 充滿了欲望 沒魚黑肉好 沒好看的亂看都好 沒好聽的亂聽都好 沒好吃的隨便吃一點也好 所以金剛精的 關鍵就是在根不著成 不著成就無垢啊 對不對 根為什麼會有無垢 因為執著六成 這個是我們修行的關鍵 你要不要去執著六成 你能不能夠不在乎它 能不能夠眼睛 不會整天去想我要看點什麼 那個電視 那個轉台戲拿起來一直按 沒有一台好看的 但是就是要看 遮眼睛 嘴巴亂吃一通 因為現在年輕人很嚴重啊 所以睡著啦 六根不停 甚至睡著都不停 因為他那個耳機一直放著 他的那個床邊 永遠有床頭音樂 永遠不停的 六根執著六成的情況 比大人還嚴重 金剛精要領就在根不著成 要怎麼樣才能做到根不著成啊 六根不執著六成啊 我們六根就是喜歡執著六成啊 你說的簡單 你跟酒鬼講說 你不要喝酒 這不是廢話一句嗎 你跟賭鬼講說你不要那麼愛賭 我也知道不要那麼愛賭啊 那我就動不了啊 不就很感苦啊 像我不執著六成 我活著還有什麼意思 而且我六根就是會執著六成嘛 這你跟叫這個狗不肺 冒不爬樹一樣嘛 那不可能 他的天性就是這樣 六根的天性就是執著六成 這是我們這樣認為的 六根天性就是執著六成 重點不是說我不去執著 而是我想不想執著 如果我想去追逐六成 我勉強不去 我會很痛苦的 會壓抑自己 會很痛苦的 我很想看電視 我壓抑自己不看 哇那個壓力很大的 心裡會很痛苦的 我很想吃 我壓抑自己不吃 對不對 那都會生病的 那我今天就說啦 本質不著 我們要認清本性 我們已經認為自己就是 眼睛就是愛看耳朵就是愛聽 那不是你的本性啊 那是你的錯認啊 謎就是謎在這裡啊 不明本性吧 不是本心嘛 周老前人就了解這個本性 他說本質不著 六根本來就不想執著六成 執著六成是後天的習染 所以人是出性本善 性相近習相遠 這個學習來的 你說人會生下來就愛喝酒嗎 愛賭博嗎 沒有啦 小孩子生下來都是內視的 都是向內看的 六根都是反原的 反本還原的 後來慢慢向外 向外他有也好 沒有也好 那個嬰兒躺在那邊 什麼都好 快樂天真的不得了 長大以後 大人慢慢的 是言教深教去影響他 慢慢他學習慧了 說哎呀我沒有看到什麼 我就不高興 我沒有聽到什麼 我就不高興 我沒有吃到什麼 我愛吃的 就不高興 那都是學習來的 那不是 英格哪也會這樣子 要認清楚 本質不著 要相信自己的本性 是不喜歡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就是 六根碰到六成 就是能夠維持生存就好了 有一天死了 正好解脫 那天六根沒有了 也是解脫 就好像坐牢結束了一樣 這個肉體沒有了 法身就出現了 等一下會講到 法身就出現了 所以說無成無垢 則無死無生 所以你要跳出生死輪迴 就要怎麼樣 根不著 怎麼做到呢 不要認為困難 本來不著 他的本性是本來不著 可是本來不著 我現在就很執著啊 就剛才我講的啊 嬰兒生下來就不會賭博啊 現在就已經學會賭博了怎麼辦 那要怎麼樣戒呢 怎麼樣戒斷呢 我們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執著 原因在哪裡呢 念善念惡 因為我們整天在想 什麼是好的 什麼是壞的 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心裡一起心動念就想這些 你一開始只是想啊 誰對誰錯啊 誰是誰非啊 覺得這個理直氣壯嘛 總要分個對錯是非吧 可是你有善惡是非 就會有什麼 愛正取捨 對不對 你有善惡是非 你就會想說 我認為的善我就愛嘛 我認為的惡我就討厭嘛 對不對就有愛正啊 一開始只是個想法 後來變成一種情緒 念善念惡只是思想而已 但是呢 愛正之心啊 那就是一種情緒了 愛正就是情緒了 一種情緒和慾望就出來了 愛正只是一種情緒而已 但它不是光我喜歡我討厭啊 它還要去決定說 取其所愛捨其所正 那就造罪業了喔 那就造罪業了 罪業就出來了 什麼樣的罪惡都會去做 膽子大的 殺人放火都做 膽子小的 偷雞摸狗也做 甚至嘴巴說說壞話也好 沒關係 痛快就好了 愛正取捨 這時候到了取捨 就根就開始著 所以基本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念善念惡 念善念惡 到了愛正很情緒 我們都不想那麼情緒 取捨 我們也不想那麼執著 但是念善念惡的時候 大家都理直起壯 對不對 這個對呀那個錯呀 真的不得了 你不曉得那就是病根喔 念善念惡就是病根喔 就從這邊開始的 你如果心裡整天想著什麼 誰對誰錯 那夫妻倆就吵不完 然後情緒都慢慢煎熬出來 慢慢逼迫出來 越走越遠 越走越偏 所以我們修道人呢 很容易知道說 哎呀不要那麼貪心 不要那麼怨恨 這個我們都知道這是錯的 可是呢很容易落在念善念惡上 整天要論個是非對錯 那問題是這個東西呢 善惡是非就是愛正取捨的原因嘛 你不喜歡愛正取捨 你喜歡善惡是非 那就就好像你不喜歡草 又去滋養那個草的根一樣 你把草砍掉了 那個根很快就發芽了 所以說關鍵就在念善念惡 所以念善念惡盡皆空 不要認為自己所念的是對的 所執念的善 這是真正的善 很多人的善都是自以為是的善 惡也是自以為是的惡 前幾天才有一位道親跟我抱怨 說他老公呢 在他跟婆家有一些摩擦的時候 不體貼 不會適時的幫他講講話 所以這是他老公的缺點 他非常的不滿 這個理直氣壯啊 因為你跟婆婆啦 跟這些小姑大姑啦 有一些摩擦衝突的話 先生如果出來幫你講講話 是比較適當的 對不對 我說你老公我了解啊 他就是個惡嫩子啊 他根本不知道要講什麼嘛 他根本不知道你們起摩擦衝突啦 什麼都不知道啊 他說對啊討厭就在這裡啊 什麼都不知道啊 事後才跟他講 他才 喔喔喔喔喔 下次早點講嘛 那怎麼好 就當場跟他講嘛 對不對 你不能當場說 欸你來幫我講話吧 氣得不得了 所以他就念善念善 他覺得老公如果很體貼的話 欸 知道事實的差話來幫他該多好 我說你老公是食堂要出差的人喔 出國啦 出差啦 等等的 長得又帥 高薪階級 他要那麼體貼啊 早就被別的女生追跑了 就是因為惡嫩子啊 所以根本 所以你認為的好 有時候是缺點耶 他這麼溫柔體貼 他對別的女孩子也很溫柔體貼 你認為的壞 有時候是優點啊 他就是夠傻夠呆啊 所以才不會被騙走啊 才不會被誘惑啊 所以我們的念善念惡 事實上 都是自以為是的善 自以為是的惡 都沒有實質的存在 不要說我們的 自以為是的念善念惡啊 就算佛說法 所謂無有定法如來可說啊 無有定法明阿諾多羅三秒三菩提 我們說哎呀阿諾多羅三秒三菩提 無上正等正絕 佛者絕也嘛 佛來解釋什麼是絕 應該是正確了吧 無有定法明阿諾多羅三秒三菩提 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 昨天我在講金剛經的時候 剛好講到這裡 那時候都是空啊 連佛說法都是空 不要說我們這些胡思亂想的 是以為是的念善念惡 佛說的善都是權宜說法 都是權宜說法 都不是真的有一個善法在那裡 所以你念善念惡是虛妄的 我們不是在討論佛法空啊有啦 所以討論的是 我們自己認為很重要的 念善念惡 事實上那是虛妄的 但是它會造成什麼結果 愛政取捨 它會造成你的情緒翻騰 欲望翻騰 因為你認為好的 你就會愛他 你就會去追求他 執著他 認為不好的話 你就會怨恨他 排斥他 討厭他 然後你就造罪業 你就落入生死輪迴 所以要誤得本來無一物啊 要覺悟啊 本來無一物 本來無一物怎麼樣 何處者塵埃嘛 身心皆空 何況是善惡 連這個念善念惡的身體心理啊 這個執著六成的六根 這個念善念惡的心 本來無一物 這個自我啊 都是虛擬的 自我是一個虛擬實境啊 有一個內在的自我 有一個外在的世界 這叫虛擬實境 看起來好像實境啊 好像是真實的境界 對不對 有一個內在的自我 一個外在的世界 實境嘛 最真實啊 我看得到摸得到啊 告訴你這是虛擬的 這都是我們的心啊 妄想出來的 虛擬世界 所以內無身心 外無世界 本來無一物 有啊 做夢啊 所以要覺悟這一點 要悟要在這裡悟 內無身心 外無世界 內無身心 既然是沒有的東西 你就不會去貪生怕死了 外無世界 既然世界是空了 你就不會去貪心執著了 本來無一物之後怎麼樣呢 光明急躁出出頭 本來無一物以後呢 一切有形有相的物質 我都不貪心 要格悟啊 格悟自知 智慧大開 智慧光明 極淨普照 無所不在 無極勞母 明明上帝 如來 聖賢 講的就是這個 飛龍在天 光明急躁 無所不通 這就是生命的實相 我們應該是光明急躁啊 我們的心非常的急靜 不會亂七八糟的 不會一大堆的 貪心妄想啦 煩惱痛苦啦 沒有 非常的安靜 但是安靜不是什麼都沒有 光明土躁 大智慧無所不躁 大部分人都是活在黑暗之中摸索 在黑暗裡面摸索 行在暗路上 人生永遠行在暗路上 不曉得光明在哪裡 追求自以為是的光明 因為有錢就光明了 因為有地位就光明了 因為可以滿足自己的慾望 就光明了 設定 我追求人生的成就是什麼 像最近不是一個法官 煽動豪宅 養了三個老婆 貪污 對不對 被抓到了 他沒有被抓到 人家認為他活得很光明 抓到還鬆一口氣 他們一被抓到的時候才緊張 活得跟間諜一樣 從來車子不敢開到門口 都用走路的 找人接送他 半途還要變裝 要擺脫那個調查員的追蹤 貪那個錢啊 付出那麼大的代價 下半輩子一定是在牢裡過的 所以我們 世間人認為的光明都不是光明 物德本來無一物 才會智慧光明 內直身心啊 外灘世界啊 那個是黑暗的原因 這叫無明啊 無明就在這裡啊 無明就是 沒有自我 以為有個自我 沒有世界 以為有個世界 恩把它惡分法 世界和自我 是不惡的 叫做合同 叫做無極 這叫不惡 我們首先就傳你古合同了 告訴你 你和這個世界是合一的 這叫 魂城 真的有物嗎 有 不是你看到的那個物 有物魂城 先天地生 這個魂城講得很好 混合一切 內在外在混合一切 天地萬物融合成一 沒有天地以前就有了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啊 有萬物才有人類啊 先天地而生 這個東西就是你的本性 就是這個東西 光明急躁粗粗動 今天我們修道就是要悟到這個來 哇這個離我們很遠嗎 不遠 百姓日用而不是 我們每天都在用它 我們每天都在用這個 先天地而生的本性 等到人死了 天地也毀滅了 這傢伙還在的呢 這傢伙還在的 升天升地也是他 天地毀滅他有存 來先去後主人公啊 來的時候他先來了 走他最後才走 他身體都死了 他也在那邊賴著 因為不覺悟 光明急躁粗粗通 變成無明 本來是有物渾成啊 一執著又變 貪心妄想沒有渾成 我們就講到這裡